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Kavin 上节课我给大家讲了一些人工智能与有限状态机的理论知识 不知道大家下来有没有去找更多的内容来进行了解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将会围绕RPG游戏开发进行学习 这节课我们主要学习智能对象的个体行为 在游戏设计中,我们经常会用到追逐、躲避、徘徊、逃跑等一系列基本行为 在我们开始编码之前,先来做一些准备工作 我在网盘里放了一个项目 里面有我们在今后学习中会用到的一些基础资源 里面包含了一些美术资源、基础场景等等 大家先去把它下载 安装到自己的项目中 方便以后进行开发 这是我们的下载地址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地址到我的网盘中去把我们需要的这些资源下载下来 好了,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个视力 这个视力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靠近行为 我们先把它运行起来 看一下 这是最简单的靠近行为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移动的时候 他们也会跟着移动 不断地向我当前位置进行靠拢 靠近行为是给AI对象指定一个目标位置 再根据当前速度向量 返回一个操控AI到达目标位置的操控力 使AI对象移动到指定位置的一个行为 在我们编写具体行为代码之前 我们先来做一些基础代码的编写 现在我们来打开我们刚才下载下来的这个项目 来做一些基础代码的编写 我先把这个项目停下来 这样有点吵 我们先把它停掉 然后打开这个基础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构成 然后这里有一个场景的文件夹 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基础场景 我现在已经打开了 大家可以把这个场景打开 然后运行起来看一下 这个场景里面只有我们的那个主角 没有怪物 那剩下的怪物就需要我们自己来添加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开始进行今天的重点部分 它将拥有一些属性 为了节约时间 我把我写好的一些属性给粘贴过来 现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属性的作用 这些属性在我们后面可以根据游戏的需要来进行数值的调整 第一个属性是对象的最大移动速度 这个很好理解吧 第二个是给对象移动施加的最大的力 第三个是质量 这个是对象的速度 这个是对象的速度向量 然后是对象在运行过程中的最大旋转 然后是对象在运行的过程中最大的旋转率 这个是计算的间隔时间 我们这个行为进行 这个是计算的最 这个是 这个是计算的间隔时间 我们在计算行为的时候不可能让程序每一帧都去计算 这样太消耗性能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间隔时间 然后是加速度 最大速度的平方 以及对象的行为列表 还有一个是计算器 这些参数我们等一下再用 所以现在看不懂也没有关系 在我们后面写计算方法的时候 会用到大家就清楚了 今天我们的学习重点是实现AI对象的具体行为 刚才已经看过事例了 现在我们就来编写整个课程的第一段代码 我们先在这个项目的script文件下面 去建立一个指文件夹 叫做既然是AI行为 我们就叫AIBehaviour 然后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去创建 我们今天要写的第一个类 我们去写一个叫做AIObject的一个G类 这是我们AI对象的G类 它的作用是封装一些数据 用来描述基本的智能对象 我们今后所有的智能对象都继承于它 它将拥有一些属性 为了节约时间 我把我写好的一些属性给粘贴过来 现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属性的作用 我们后面可以根据游戏的需要来进行数值的调整 第一个属性是对象的最大移动速度 这个很好理解吧 第二个是给对象移动施加的最大的力 第三个是质量 这个是对象的速度向量 然后是对象在运行的过程中最大的旋转率 这个是计算的间隔时间 我们在计算行为的时候 不可能让程序每一帧都去计算 这样太消耗性能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间隔时间 然后是加速度 最大速度的平方 以及对象的行为列表 还有一个是计算器 这些参数我们等一下再用 所以现在看不懂也没有关系 在我们后面写计算方法的时候 会用到大家就清楚了 这个类我们先不实现它的具体方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AI对象行为列表这个参数 这里有一个AI Behaviour 这个类也是我们今天课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类 现在我们就去把它创建出来 我们先在编辑界面创建一个 叫做AI Behaviour的一个类 然后打开它 这个对象是所有行为的积累 现在我们来实现这个类 我们先给它一些属性 第一个是一个向量 我们给它一个预期速度的一个向量 给它一个预期速度的一个向量 再给它一个权重力 给它一个权重一个基础属性 基础值吧 这个后面不怎么改变的属性 然后再是一个AI对象 我们刚才写过的AI对象积累的一个属性 然后给对象的一个 设一个最大速度的上限 避免它出现晃动 跑得太快 好 我们先暂时给它这几个属性吧 到后面还需要的话 我们再加 然后我们来重写一下 这个start方法 后面我们在它的类类需要调用 所以我们先给上面的属性附上一些初始值 这个去获取自己的对象的控制 然后它的这个最大速度 我们根据对象设定的最大速度来处理 好了 我们先出使这两个属性 其余的属性留到其他地方来出使 然后update 我们这里用不上 我们来写一个需要子内去实现的方法 限定需要子内实现 我们这里需要返回一个控制力 所以就叫力吧 这个方法 然后它先给它一个 先给它return一个初始值 就返回一个空的 好了 这个类我们先实现到这里 然后我们去把刚才的那个类写完 这里我已经写了一些参数值 这些参数值在我们实际游戏运行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需求来调整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实现的重点部分 现在我们就来编写整个计算过程的代码 在这个代码编写过程中 我不会添加注释 这些注释以及原代码 我会一起传到我的空间里面 大家抽时间去下载下来看一下就好了 我会在代码的编写过程中 一边写一边给大家解释 现在我们先来写第一行代码 我们先出使一下我们的计时器 这个计时器很有用 它就等于我们系统的增量时间 然后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来判定我们要不要计算 所以当计时器大于我们的等待时间 那我们就进行计算 否则就不计算它 这样可以节约计算的性能 先计算我们获取到的行为列表 根据行为列表中 活动的行为 获取它的控制力 因为我们刚才写过了 在行为的积累里面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控制力 这个控制力就是在这里用的 这个是我们的行为的权重值 那获取到了这个控制力之后 我们要确保这个控制力在我们设定的最大值的上限之内 所以这里我们要做一步 要它等于我们的 以保证它在我们最大值的范围之内 在这里我们得到了控制力 好了 现在来获取 我们这个方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加速度 加速度等于力除以质量 重置计算器 这个类我们就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写另外一个类 这个类是一个对象控制器 它主要控制对象移动 播放对象相关的动画 来我们现在去创建它 我们还是一样的在这里创建一个CCUP的脚本 给它取名叫做AI对象控制器 打开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的具体实现 因为这个类是操控对象的 所以我们让它继承至对象的积累 这个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因为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计算对象移动 以及播放对象相关动画的一个操作类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角色控制器 这里我们用Unity自带的那个控制器就好了 我们没有必要自己再花时间去写 既然它要播放动画 那当然还需要一个动画播放的一个控制器 这里我们直接用这个组件的动画管理器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这个RPG游戏开发套件自带的一个动画 因为我们用的模型美术资源全都是它的 所以我们直接用它的这个动画控制器就好了 如果当我们在以后的游戏开发中 就需要自己去写这些 因为到时候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模型 自己的动画 好了 我们先来初始化这两个参数 先控制器去获取到这个控制器组件 那是动画组件 这里既然我们组成了角色对象的积累 所以我们要调一下积累的初始方法 让它在初始控制器的同时把我们所需的参数也一起初始化 大家一定看到了这里我们有一个fix update 那为什么我要把update改成fix update呢 是因为虽然update和fix update在游戏运行中都是在更新的时候自动循环调用 但是update是在每次渲染新的一帧的时候调用 也就是说update这个函数的更新频率和设备的性能以及被渲染的物体有关系 这就会导致同一个游戏在性能好的机器和性能差的机器上运行的效果不一致 因为update的执行间隔不一样 大家下来可以试一下 在update中把time.datetime打印出来 就会发现它每次的值都不同 虽然差距不大 但是在我们整个游戏的运行中累积起来 就会造成游戏运行的效果不一样 但是fix update它是在固定的时间间隔执行 它不受游戏帧率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处理碰撞等物理效果的时候 最好用fix update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整个计算的过程 先我们来算一下对象的速度 更新一下这个速度 速度等于加速度乘以时间 这里我们需要保证我们计算得到的这个速度 不能超过设定的最大速度 所以这里要处理一下 这写错了 这里应该是最大速度 不是最大力 因为我们这个场景是一个平面的场景 所以我们默认它就是在平地上移动 但是在实际游戏开发过程中 我们的对象不可能一直在平地上移动 这里我们先忽略掉速度的Y轴 默认它是在一个0Y轴的平面上移动 现在我们就可以控制对象移动了 如果对象控制器不等于空 然后就按照我们计算得到的速度进行移动 在计算对象转向的时候 我们把它的转向范围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值之外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设一个很小的法子呢 是因为对象的朝向总是与速度一致 所以需要更新使其的朝向等于速度的标准向量 但是只有对象的速度大于很小的法子时 才能去计算它的朝向 这是因为如果速度为0 那么程序自然就会报错了 如果速度不为0 但是它的值很小很小 这样对象有可能在已经停下的时候 还要向前移动一段距离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限定 在我们写完具体行为的时候 整个项目可以运行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把这个限定去掉 看看有限定和没有限定对象有什么不同 来我们接着往下写 现在我们根据当前对象的朝向 与速度方向的差值 计算一个新的朝向 这里一个向量叫做NU FORWARD 向量差值 对象的朝向 以及速度向量 以及旋转的最大速率乘以时间 获得一个新的朝向 然后忽略掉它的歪轴 改变对象的朝向 播放对象的移动动画 动画的状态等于 移动 如果不更新朝向的话 这里 直接播放移动动画 对象的控制器我们就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实现具体的行为了 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行为让控制器去操作它做相应行为要做的事情 我们先出去创建一个类 这个类就要去实现具体的行为 我们先来写一个最简单的靠近行为 就是我们在课程开始 视力上看到的这个类取名叫做seek靠近 这个类既然是实现具体的行为 那当然我们应该去继承行为的积累 靠近我们肯定需要一个靠近的目标 我们才知道对象要朝什么地方靠近 所以这里给一个目标 有了目标我们要初始化G类的一些参数 大家看到G类上面写了很多的参数 我们在运行的时候就把它初始化出来 既然我们的行为只返回操控力 不需要计算 所以我们把这个update删掉 我们的控制器来计算 这里我们需要去实现的就是返回控制力的那个方法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G类上面写的那个空方法吗 这里我们就需要把它实现出来 这个方法首先需要计算预期速度 这个参数在G类里面写过 这个速度是对象在理想情况下到达目标位置所需的速度 它是对象到目标的向量 向量的大小就是对象的最大速度 所以这里用目标当前的位置 减去减去对象自己的位置 获得这个向量 然后初始化 乘以我们设定的最大速度 还是一样的 忽略掉向量的Y轴 因为我们是在平面上移动 这里返回的这个例实际就是一个操控项量 它就是预期速度与当前速度的一个差值 所以这里就用预期速度减去AI对象的当前速度 把这个值交给控制器去计算 现在我们写了这么代码一直都没有运行过 我们现在来尝试的运行一下项目 看我们写的代码到底正不正确 有不有需要改变的地方 来打开我们的场景 然后这个场景中只有角色 我们还需要添加怪物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 perfectboard的一个文件夹 里面有一个怪物的对象 我们把它放进去 大家看一下 现在对象添加进去了 但是对象上面还没有添加我们刚写的脚本 所以我们把刚写的这些控制脚本放在对象的身上 第一个是AI对象控制脚本 这里我们来更改一下这些参数 最大速度 我们先给它一个2 给小一点 太大了 效果会变得非常的差 然后最大利益我们给个20 嗯 质量1 其他的先暂时不改变它 然后有了控制脚本之后 我们再把行为脚本托给它 行为脚本上面有一个目标对象 我们没有写自动获取目标的方法 所以我们手动把角色对象托给它 那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看看我们写了这么多脚本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怪物在慢慢的向我移动 然后我走开 它继续跟着我 这个就是我们的靠近行为 它跟抵达 追逐 这些行为有一点点类似 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把AI对象的个体行为全部编写出来 之后我们用这些个体的行为组合成AI对象的集体行为 我会把刚才编写的这些代码加上注释放到网盘中 下节课的时候我会给大家网址 好了同学们再见 再来我们再来转听 再来我们评论一下 再来我们再来 再来我们这边 再来我们下节课 time to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